老师老师,为什么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shadowing影子跟读法了 但是我这个发音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呢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是我用的方法不对吗 还是这个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呢 Hello,大家好,我是某亭老师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要来给大家解决一个关于shadowing影子跟读法的问题 那什么是影子跟读法呢 就是呢,我们知道在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是需要不断的去模仿native speaker讲话的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发音更加的地道 让我们的用词用句更加的正确 所以很多同学会选择这样去模仿去跟读 也就是呢,尽量的达到跟原文啊 能够像影子一样如影随形的那种感觉 但是实际操作过程当中 很多同学对shadowing的方法其实做的都不太对 就会造成刚刚前面类似于那个同学的问题 就是做了很久并没有什么提升 其实主要的问题就出在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选择的材料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适合 或者这个材料的一个分段的练习不太对 待会我们具体来讲讲怎么区分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shadowing的步骤 其实出现了问题 shadow这个方法呢,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虽然我知道在学术界还是有一定的争议的 但主要的争议其实就是因为很多同学的这个使用步骤不太对 所以误用了这个方法 本身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也会经常让同学们去做这样的一些练习 用我的这个托福满分口语的示范音频 或者是用大家喜欢的 我也推荐过很多次的一些YouTube上面的一些油管博主 他们示范的一些视频作为材料都是OK的 所以接下来咱们来解决这两个关键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关于选择材料的问题 选择材料的话呢 一方面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的 你想要成为他那样讲话方式的人呢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卡带山 对吧 那你可以去模仿卡带山的那样的一些发音啊 他讲的那些句子 或者像有的同学他喜欢有一些数学家 比较学术的一些大拿行的人物 然后他们的一些演讲 他拿他来做一些跟读的一些示范也是OK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 肯定要根据自己的水平来 对吧 比如说如果你现在的英文水平 托福还停留在五六十分的状态 那你肯定就不太适合去拿那种过于学术的内容 来做一个跟读的素材 那你可能就从一些生活一点的对话 比如说一些Vlog的一些视频来开始是更好的 然后慢慢的等水平提高的时候 可以增加一些学术的一些跟读 或者跟着老师的满分示范的音频去走 都是可以的 所以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难度 然后第二个呢要选择的是适合自己的长度 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跟读的时候 尽量可能三到四个单词就要暂停一下 要去模仿了 而不要等到一整句话讲完 因为你可能有点来不及 对吧 或者你整句话你听完你可能就有点忘记前面的 直记到后面的了 所以我们循序渐进的增加自己模仿跟读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从一开始三四个词 然后慢慢的到更长的句子 或者是从句里面又有从句的那种超长的句子 去做一个模仿和示范 所以我们一要挑选适合自己难度的材料 二要注意一下循序渐进的句子长度的模仿 OK 所以这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关于我们挑选材料的问题 那第二个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shadowing的步骤了 这个步骤呢 很多同学就是拿到了一段视频或者一段音频 然后就直接开始跟读了 但这种时候你往往会发现 你其实啊 还是沉浸在自己的讲话的这种感觉当中 而没有真的去听别人再怎么讲 你懂吗 就别人怎么讲 你压根你可能就因为很乱嘛 人家刚讲一句一个词 你可能就跟上去了 这你压根就听不清吧 人家后面是怎么讲的呀 过于仓促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你去shadowing 肯定就没有什么效果嘛 所以呢 按照我们学术界 语言学家 他们这样的推荐 其实是应该分成这样的几个阶段的 首先第一个阶段啊 你们在跟读之前 最好呢 先看一看 或者你先听一遍 他讲的这个内容 大体讲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你先了解一下 作为一个背景知识 基础内容的铺垫 不要呢 你在跟读的时候 又不能理解他原文的内容 然后呢 又可能跟不上他在讲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先了解他讲的内容 或者把他的那个稿子打印出来 对吧 或者下载下来 自己先过一遍 看一遍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第二个阶段呢 重点来了 它是这样的三个步骤 首先第一 就是listen 就是我讲的 比如说你listen three to four words 或者是你基础比较好 程度比较好 那你可以呢 这个听一个完整的句子 listen之后呢 不要先着急跟读 你先暂停了之后呢 你先停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echo 我们要利用我们大脑里面的 the echo effect 也就是大脑里面的那个回声效应 什么是回声效应呢 就是你刚听完别人的一句话 你先不要急着自己去表达什么样的东西 你听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脑袋里面 它会一直有点盘旋这句话 所以就像一个回音一样 像个echo一样 这样的话 它可以加深在你大脑里面的印象 然后你echo完了之后 你再去模仿 所以是listen echo repeat 是这样的三个步骤 因此千万不要边听边说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你已经比较熟练了 已经掌握了它文本里面的内容了 你就可以做这个第二个阶段的事情 listen echo and repeat 好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阶段 因为你已经echo很熟了 你自己也讲过模仿过了 所以我们可以再去掉echo的这个部分 直接listen and repeat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三个阶段 听了一句或者三到四个单词之后 直接进行模仿 因为你已经很熟了 你已经echo过了 然后第四个阶段 才是要进行shadowing 同步 就是基本上就跟它的原文的时间速度保持一致 就比如说他讲了一句话 然后你就紧跟着他说出第一个单词的时候 你就紧跟着讲那个单词 然后看看你跟他的整个的节奏是否是同步的 他结束最后一个单词的时间是否就是你结束最后一个单词的时间 如果能够做到同步 那就说明你整体的表达是不是就已经非常的好了 所以一个文本其实是可以拿来反复的进行跟读的这样一些练习的 因此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同学的shadowing为什么会出问题 因为前面三个步骤 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做 直接就跳到了最后一个步骤了 对不对 就直接跟着去讲了 那样的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你还是沉浸在自己发音的世界里面 所以一定要先了解文本 然后listen, echo, repeat 然后再listen, repeat 最后再shadow 所以这其实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shadow的过程 而不要直接跳到最后一个步骤 OK 那接下来咱们可以看一下 在台湾待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语言学家 他的一个现场的示范 带着同学们的示范和讲解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这一段 Ted Talk 在看的时候呢 你们也可以跟着Karen Chong老师 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echo的练习 Listen, echo, repeat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吧 这是个很短的一段对话 我们听一下 What's that song they're playing? I love it I have no idea But it is nice 最后那句 But it is nice 那音调比较特别 你没有声音做一个范本的话 你可能就 But it is nice 可能就这样子念 实际上不是 我们来试试看 我来示范 然后呢 我这个手势代表说echo 先让他回应一下 所以我说echo Repeat OK 不要偷跑 这个时候你不要先讲 好,试试看 But it is ni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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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You can see 讲得很好了 那就是你听到 你是充分听到原来怎么念的 自己心里把它内化了 那就变自己了 然后呢 你讲的时候 就会很像原本的那个原声带 第二个步骤 就是这个做完了 你可以直接跟着念 然后最后就同步 你就看我的手势 But it is nice But it is nice 同步 But it is nice But it is nice 那你会觉得好像重复蛮多遍 确实是这样子 一定要overlearn 要学过头 你才能把它记起来 好了 刚刚老师的事情看完了 大家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印象非常的深刻了 所以我一定要再次给大家总结一下 shadow当中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echo呢 你的大脑的echo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要先以听为主 大家明白吧 去听 去揣摩 它到底是怎么讲的 然后再开口 而不要以上来就开口 OK 这样的话 你的shadow当然就会示范功倍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正确的使用shadow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之后呢 可以自己多多的去尝试 看看是否适合你自己 能不能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的提高你的语言能力 而且不需要每天很长的时间哦 可能十分钟就已经足够了 OK 所以日拱一足的效果一定是好过你几重时间去突破 去冲刺的效果的 所以每天练习一点点就可以去的很好的进步了 OK 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点赞评论哦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